歡迎大家回到生活同樂會 今天一同過生活呢 在現場我們請到的是 大家的好朋友 中華全腦開發機協會理事長 張升官 張理事長 歡迎理事長 是 同文好 還有我們飛碟聽眾 大家一個月沒見了 大家早安 理查哥早 理查哥 其實我覺得你今天來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說那個 我們其實已經11月已經過了一半了 對 11月中過了 真的我們這個年 2020年 不管它好或不好 當然大部分人感覺不好 它已經又到了快要年中 快要結束 每一年到了年底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跟大家一起 邀請大家一起來做一個年 就是今年的一個 檢討 檢討 回顧 就是有很多開心的事情 我們把它寄下來感恩 但有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一點 是 所以我覺得今天呢 也就是一樣的 也是要來聊一個就是 來檢討 我們的 我們年過到了年底了 以孩子的學業來說呢 其實也過了學期中了 對啦 期中考都考過了 對 所以不管是 孩子你覺得他 這個學期學的開不開心 他有沒有成就感 有沒有自信心 或者是你想想看 你在你的工作上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成就感 有沒有自信心 我覺得今天我們都可以 一起來聊一下這個部分 那我們上次 上個禮拜還有 還有免費講座嗎 上個禮拜我辦啦 我在 其實我發覺 今年從那個 武漢肺炎進來之後呢 大概二三月的時候 那時候剛過完年 大家不是很在乎 然後到四月就很嚴重 可是呢到五月以後我發覺呢 我都很努力在推廣 腦力開發 為什麼呢 因為我發覺好多的 年輕朋友 或是好多的朋友 二三十四五十歲的 甚至也更大的呢 他們都很積極 反而變得更積極 也就是說 有一部分人呢 面對的這個 肺炎的問題呢 他就是很 就是一直在等待 就像有沒有很多 交通部相關的這些旅遊業啊 很多人就一直在等待而已 等到現在都年底了 是不是 因為我前一陣子 還有到市政府去演講嘛 他們邀請我去鼓勵他們 就是說 北嗎 台北嗎 在台中 就鼓勵大家 就是說面對一兩百個人 鼓勵他們說 今年呢 其實大家 再調整一下 其實就是要把自己準備好 就有機會嘛 但你會發現呢 有很多像什麼導遊啦 領隊啦 旅行社的老闆啦 他們就一直等而已 因為政府有補助一些款項嘛 所以他們就一直等待 我都問他們說 這麼多個月過去了 以前常常有學人說 英文不好啊 我要去進修英文 然後就是沒時間 不是嘛 上班時候都沒時間嘛 但今年應該很多時間 對啊 但是有 有非常多的 百分比的這個 這個 這個人呢 他就一直在等待而已 所以我說 趕快採取行動 就像非得的聽眾一樣 我每次上的節目呢 那個辦的免費演講人都超多的 上個禮拜 我就特別在台北台中 跟高雄各辦了一次啊 就針對你的聽眾 就上個月我不是來過一次嗎 也都是滿的 所以我決定這個週末呢 在台北新竹還有台中 尤其是新竹跟台中 特別注意一下 我一定因為之後 我可能要出國了 所以呢 一定就是新竹台中 特別的聽眾 如果想聽 這是要算是可能是今年最後一次 你要把握一下 有興趣的 你現在就可以趕快預約了 可以打電話到我們非得電台來 02-2369-9630 直接打過來 或是到我們中華前腦開發記憶協會的臉書呢 去搜審去了解一下 他們會盡快跟你回電話 其實呢 在我們這個 腦力開發的記憶過程中間 你會發現那些會讀書的 其實同文也是會讀書的 我知道了 嘿嘿 以前啦 對 會讀書的 我現在很心虛 同文老公都是很會讀書的 對不對 好不好 OK 你會發現呢 會讀書的人是不是都是這樣 其實沒有花很長時間在讀書 可是呢成績就很好 就好像我們那個 協會台北有一個 北英女中的一隊的隊長 他跟我說 他說他們 每天在練習 每天在練習 他現在的嗎 就去年 去年 對 每天在練習 然後呢 很累嘛 所以他們又得了世界冠軍 不是嗎 對不對 一隊啊 然後呢 其實讀書時間不多 不多 所以有機會 如果你到我們協會來 你會發現說 奇怪怎麼那麼多 他像台北 什麼建宗北英女中的 學生在我們 是不是 還有呢 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像台北不是有那些 協會很高的 很貴的那種 小學中學有沒有 什麼康橋 魏格 這些小朋友 就是高中 國中 國小的學生 你會發現 我們學會 也有好多這種 這種孩子 也就是說 他們都 要嘛就 本來就很會讀書的 要嘛就是 家長很重視教育的 所以呢 有非常多這樣的學生 但是呢 他們都會 非常的積極 非常的努力 所以呢 我在這裡做個結論 就是說 其實呢 政府要我們 就像108課綱 要我們的孩子呢 讀書呢 真的不要再死基因背 還要培養各種素養不是嗎 各種能力啦 表達溝通簡報能力 還參加各種社團 因為事實上 所有這些東西 都是職場上要用的 我們以前不是 就像你剛剛說 以前很會讀書 當然你後來還是很有成就啦 可是呢 很多人一進了社會呢 就完蛋了 為什麼 因為他只會讀書 不是去年 前年就有一個 建宗的學生 考了學測 考滿分嘛 結果他想要的志願 都入籍不到 為什麼 學測完了面試 他沒有面試能力 他只會讀書 他沒有面試能力 而且這種小孩子還蠻可憐的 為什麼呢 他應該從小成績就很好 就是父母的心肝寶貝有沒有 哇我兒子 多厲害多厲害嘛 一直講到高中畢業 學測還考了滿分 想進台大 政大清大 通通進不了 他要的志願都進不了 所以這樣 到了18歲才受到打擊 真的是 蠻難過的事情 真的 對所以呢 政府就是為了這個呢 才有108科綱 還有呢 就是把那個 數學的考試呢 改成可以帶計算機進去 嗯 那就不像以前 像我是文科的嘛 文科以前高中二年級 我記得我讀台中一中 嗯 然後當時呢 最痛苦的就是三角函數 嗯 超級痛苦的 我不知道同文痛不痛苦 三角函數 我已經不負記了 不負記了是嗎 是 高中我只知道我到了高二以後的數學 我就已經是一片空白 對 我以前沒有耶 我在高二以前都OK的 我也是文科嘛 是嘛 啊我就跟你講嘛 就是 就是三角函數 當時我非常辛苦 好像是三角函數 可是因為畢業之後就不行了 哎呀 畢業之後就再也沒有用過 三角函數 對啊 呂科的人也沒有必要知道那麼多的 以前的歷史 國內外的歷史 沒有必要嘛 因為有些歷史事實上還可能是假的 嗯 對嘛 對 我最近看了一個新聞 一個報導說什麼呢 那個 呃 什麼 三國時代不是有個草船借鑒嗎 對啊 我們都說是諸葛亮 對不對 對 但不是啊 可是對啊 可是看了報導說好像不是 沒有 因為他三國演義是 哎我有三國專家 是喔 三國演義它裡面其實改編了很多啦 真的要去看正史 三國志 啊對 三國志才是對的 三國志才是真實 哦對 那同文真的是內行 哈哈哈哈 ok 真的是內行 那三國演義就不見得是對的 三國演義就都就是 遊編啦 他就要就是想把諸葛亮變成跟神一樣 對不對 這樣比較好看嘛 對對對 ok 那像考大學的數學 那個那個 英文單字也是從七千個字 變成四千五百個字啊 嗯 所以我就像我們協會裡啊 你會發現說 有好多的這些家長啊 像學校老師 包括小學中學 大學還有甚至於大學系主任都有啊 還有各大醫院啊 台大總統的醫師啊 他們都陪著孩子一起過來 寫腦力開話 真的我讓我覺得非常的佩服 我覺得其實 大家不要一直 以前喔很多人會想說 哎呀你們帶孩子去學這個 學那個其實給他壓力 錯了錯了錯了 我一定要跟大家說 身為一個青春期這個青春期孩子的母親 其實如果今天我們有任何想法 我們都是希望能夠讓他輕鬆一點 減低他的壓力 我一定要講喔 如果你能夠讓他找對方法輕鬆一點 他其實會比較有自信 比較有成就感 我們其實需要的是這一個 我們不是要他的成績什麼幾分有多好 而是希望他在這條路上 能夠找對方向 然後對自己有成就感 而且我說真的 因為這會影響到 未來長大 這才是最基礎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一個人他在成長過程當中 他對自己是不是有自信 其實會影響到未來 我就想要問了 我每次都想問你這個問題 就是我其實很好奇喔 就是去像我們聽眾 不是每一次大家都爆滿嗎 對啊 我們到底大家去學會上課 是大人多還是小孩多 其實大人佔了大概百分之 就四分之三 小朋友大概只有四分之一 等一下 那這些大人只是爸媽陪去的爸媽 還是不是 他就是來自己學習的 就是上班族企業老闆 企業老闆企業幹部主管 非常的多 那我先回答同文 剛才我配合一下 你剛才提的那個問題 說家長跟孩子的問題 大家不是常常聽廣播裡面有說 我台中張雅廷英文多於965分 那是我女兒 雅廷是我女兒 那我也是一個算是蠻負責任的爸爸 為什麼呢 我女兒以前讀的是台中的小名女中 他成績其實相當好 但是呢 他的數學再怎麼樣都不好 他說 當時我記得他們班上有55個人 實際學校人很多 然後呢 他不算數學的話 他大概10名15名 還算不錯 你說校牌嗎 不是 班牌 但是因為班牌 10 15名已經國立大寫沒有問題了 對 因為他是好學校 對 好學校 台中最好的女校嘛 可是家的數學呢 他常常就四五十名 所以為了這個事情呢 後來 有時候我上電台會提到 我女兒在日本讀大學嘛 就是因為我發覺我女兒如果要照 台灣傳統的方式去考大學的話 他光一個數學 他就可能整個 整個會被拉下來 不會有好的大學念 好不好 所以後來我才決定讓他到日本考大學 可是你知道嗎 他考了日本最難 考上的一個 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系的時候呢 考進去真的是不簡單 但是呢 更重要是什麼 他竟然你知道政治經濟嘛 裡面有會計學 統計學 這些數學的東西呢 他幾乎都滿分 為什麼 為什麼 那就是翻譯的問題啦 就是翻譯的問題啦 數學當然不是從 不是台灣發明的嘛 對不對 國外進來的嘛 對不對 對 OK 透過中文的翻譯呢 常常呢 這個翻譯者會加上自己的思想觀念 就我常 包括英文都一樣啊 我常舉一個例子啊 我們頭腦裡面呢 有一個叫海馬回這個東西 對 英文叫heepo campus 嗯 那heepo是什麼 heepo是河馬 嗯 可是家的campus 被翻譯成海馬回 對 莫名其妙不是嗎 對 要是我翻譯 我就叫河馬回 對啊 為什麼 對啊 就是因為他長在頭腦裡面 我剛剛還轉了一下 他長在頭腦裡面 跟中藥那個海馬有點像 哦 所以就被翻譯成海馬回啦 好 所以同樣的 數學呢 在早稻政治經濟的時候呢 他的翻譯呢 日文的翻譯通常是 鹽汁鹽味的翻譯 比方說番茄 我們叫tomato對不對 對 日文大家都會tomato啊 嗯 對不對 羽毛球叫badminton 對不對 日文就叫badminton 基本上幾乎是一樣 對 可是呢 到了中文的翻譯就全變了 他會變掉啦 變到我們可以理解的 比較容易理解 但是不好記啦 對啊 那就不對嘛 是不是 好不好 那您剛剛說 我們大人多還小孩多 其實大人多 那小朋友都是父母呢 就像我剛剛說有什麼 一些很貴的學校的這些孩子們呢 嗯 有過來 為什麼 是家長帶他們過來 對 為什麼 因為父母你必須懂得孩子要需要什麼 所以呢 我們在那裡呢 為什麼上班族啦 公司幹部主管老闆很多呢 就是因為 你到這裡來 你除了記憶力提升之外呢 你還把表達溝通簡報能力 一次把它學會 嗯 那小朋友你從小就跟著 啊 父母之外的那些有成就的成年人 嗯 在做學習的話 那我就問童文 是小孩子進步快 還是大人進步快 當然是小孩子啊 小孩子進步更快 他們學習真的好快喔 對啊 但是我們一般是沒有那個環境 小孩子接觸的大人 就是老師跟父母 就這樣而已 你為什麼不來我們協會看看 其他公司大老闆 公司幹部主管啊 是不是啊 還有大哥哥大姐姐 好 同樣的 這些上班族的朋友呢 你在公司你可能接觸的 董事長總經理 你可能會不太願意跟他們接觸 或不敢跟他們接觸 因為他就你的老闆 常定你啊 可是呢 你到我們協會來 如果你是我們的學員的話 你旁邊的同學就是大老闆 嗯 就是醫生 所以我現在就我記得 我們有一個家長 那孩子很小才國小一年級吧 有一次剛好生病 還蠻 上課的時候突然生病有點嚴重 你知道嗎 好 隔壁呢 是榮總的一個 一個醫師陪他國中的兒子過來 那個榮總是 不要講名字啊 他是總醫師 就是小阿哥的總醫師 好不好 就是我們的同學啊 就他的同學就對了 就是你的學員他的同學 對啊 台大的骨科前衛蔡醫師 也是我們的學員啊 也是陪著孩子過來 你們這裡真的有好多很厲害的人 但是他是去學習 他們來學習 他不是去當講師喔 不是他們都是陪著孩子來學習 所以其實我這個週末 不是剛剛講 還有一場的台北新竹 台中各有一場 緬會演講 有興趣的朋友 你現在就打 電台電話 對 23699630 或是年輕朋友 我就建議你們 因為只有這個電話嗎 直接到 中華前腦開發記憶協會的 FB 臉書去登記就好了 其實你常常在跟我們聊說 其實可以短期內就改善自己的機力 就是左右手並用嘛對不對 所以左右手並用就可以幫助去 讓左右腦都可以開發這樣子 那剛剛其實也講到就是說 有第二專長的一個培訓 對 剛剛提到左右腦並用 其實真的蠻簡單的 左右手並用就好 有機會來聽緬會演講的話呢 來聽緬會演講的話呢 那我就 現場我就會直接告訴你該怎麼做 因為其實也不用花錢 真的腦力開發 像我們的演講不要錢嘛對不對 沒有你在國外要錢啊 國外當然很貴的 你是幫我們講不要錢 今年 各位比較常看到我來上電台 其實是有個原因 因為我農曆過年之後 一直沒有出去 為什麼出不去 像我日本早稻田大學那邊 一直教我們跟學生 用視訊的上課 像我日本那邊的語言學校 也是要我們用視訊上課 所以 在視訊上課其實也蠻好玩的 我前一陣子 我就在家裡視訊上課 然後呢 我老婆過來就說 欸 你怎麼穿這樣 我說視訊就是 那個鏡頭對著我上半身而已啊 我上半身 因為在日本鞋子 那可是要西裝必頂 對不對 對啊 襯衫領帶 下半身就隨便了 哈哈哈 因為她看不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問到底下半身穿什麼 但是我大概可以想像 穿短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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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啊這視訊的好處是這樣 OK 其實呢 有機會來的話呢 尤其我針對非得 因為非得的聽眾 有時候問題蠻多的 會我們在演講 一直問動問息的 所以呢 現場我都會直接舉例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 數字該怎麼去記 文字該怎麼記 英文該怎麼記 我都現場直接告訴大家 平常我的演講 尤其國外的演講 我們是只講理論 現場氣氛不錯 只講理論 可是呢 針對非得的聽眾 因為我之前經常碰到 尤其有些五六十歲的 長輩們 就會問很多問題 自己的問題 小孩子的問題 孫子的問題都有 哈哈哈 我們講說 非得 我們學演中 三年多前我當理事長 年紀最大的長輩 八十八歲 一個小伯伯 非得的聽眾 哦 年紀最小的五歲 也是非得的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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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聽了 是他阿嬤聽了 是阿嬤帶來的 沒錯啊 阿嬤就帶著 超可愛 帶著孫子過來 然後呢 聽完就說 哎呦 我孫子應該要學 我說學什麼 他說學記憶 還有 什麼都要學 理事長你說的我通通要學 為什麼呢 為什麼阿嬤帶孫子來 他兒子跟媳婦兩個呢 都在美國工作 哦 所以台灣只有阿嬤照顧孫子 哦 是這樣 所以後來阿嬤跟孫子一起來啊 哦 所以自從這孫子來 還有八十八歲小伯伯來呢 我就講了 要來聽我們的演講或上課呢 沒有不限年紀 不限年紀 五歲到八十八歲都適合 對 通通有 所以呢 那其實只要願意調整一下 我都覺得說 做這種演講 你想不想上課真的隨便 為什麼 因為像我這三年多來 我們培訓過的學員 是將近三萬個人 這麼多 所以呢 現在目前還在上課 還有八九千個人 前台灣各立的教室 哦 真的啊 好多人喔 對啊 所以但是更多人他不知道 他就是在家裡休息 都是這樣 所以我常說 假日的時候呢 真的不要在家裡睡覺了 走出來 那第二專長的培訓是這樣 因為呢 我們前台灣 七個都市有教室 台北、台灣、新竹、台中 彰化、台南、高雄都有教室 嗯 然後呢 老師還是不夠 我們繼續再培訓 為什麼 因為像台東、花蓮 這個像我之前記得 我那個以前 我年輕的時候 在美國運通公司 我老闆 嚴長說先生 他在宜蘭台東各有一個學校 他是 叫什麼 是榮毅董市長 叫軍醫中學 他不是有一個公益平台基金會嗎 就在台東 他有邀請我去那邊 教他們的學生 教他們的老師 努力開發 可是因為實在很遠 我記得那一次我去的時候呢 我從台中搭普悠馬號 晃到台東呢 經過台北晃到台東七個鐘頭 頭很腦脹的 真的 頭很腦脹的 所以我就積極在培訓 全台灣各地的老師 因為呢 包括宜蘭 包括花蓮 包括台東 甚至於你們聽眾好廣喔 澎湖金門都有人 都有啊 都有對不對 對 多有人跑過來聽啊 聽我們演講 希望我們去開課 我說不好意思 我們真的老師不夠 所以我在訓練這個第二專長 其實事實上是因為我們在 培養腦力開發 就是教記憶 表達溝通簡報能力的同時 我就訓練老師了 那協會最近的計畫就是 培訓十五位假日監裁的 腦力開發講師 尤其我們有通過行政院勞動部的 TTQS認證 就台灣訓練品質的認證 那如果你有來上課 因為有很多企業都跟我們簽約嘛 有來上課呢 你需要三連四的發票呢 我們都可以開給你去報帳節稅 尤其費碟好像有不少的 那個叫什麼呢 就是個人工作室 年輕創業的年輕朋友 對 幫忙是一兩個人 可是你發現他們的共同特性 都是很認真很安靜 非常的內向 他們超級需要這個東西的 所以常常學完年輕朋友 都跟我們說 我終於敢開口了 我終於敢上台了 對 這個就是人生最大的改變 所以呢 有興趣的朋友 我就順便訓練假日監裁老師 那我們老師薪水很高喔 時薪八百塊錢以上 你知道嗎 教育部規定給大學講師的時薪 一小時只有六百到八百而已 最高到八百 我記得我們有一個學員 現在是清華大學研究所的學生 他讀中立中研大學的時候 就已經是我們訓練的老師 就是三年多前 我當時接理事長訓練一批老師 他當時 記得是大三 就稱為講師了 然後呢 前一陣子 新竹有開課 就說 你就直接在新竹上課就好 我還可以節省交通費 結果台下有一個清大的講師 是我們的學員 喔 那這個研究所的學生是他的老師 對 就是那個是清大的老師 對不對 然後結果他的學生 學生在教他 教腦力開發 在你們這邊腦力開發裡面 當他的老師 對沒錯 沒錯 這種感覺真的是很送欸 我就說 我就說你這一刻過了啦 老師是你的學生 說不定有一天 會有人在上面 就底下是他老闆坐在下面 聽他上課 都有都有都有 真的有 真的有 我不是有時候會提到明基電 有個工程師嘛 嗯 叫龍森老師 他就是啊 他曾經在 也是在台北呢 碰到好幾個都是 因為我們跟他們 跟一些企業有簽約嘛 對 碰到好幾個企業老闆 都認識他 可是他是老師 所以我說 像這種工程師 他其實他原來年薪 大概就150萬左右 可是現在呢 大概有400萬 為什麼呢 他成為講師之後 我在名片上 給他加了一行字 中華前老開發記憶協會 認證講師 人生就全變了 好 那所以這個週末 最重要的就是 在台北新竹台中 都有特別為我們的 聽眾朋友舉辦 免費試聽講座 那是由理事長親自主持的 所以現在就可以打電話 來電台預約了 那這個禮拜的 這個週末的幾場是在對 好OK 星期六 11月21號在台中協會自己的教室 11月20日早上9點到12日長 就這一場喔 在台北西門町協會的教室 下午2點我會特別趕到新竹的外貿協會 在這裡還是特別謝謝外貿協會 在假日還開放借舞給我們這個教室 都有三個小時的免費教學 就只辦一場 很多家長跟孩子還弄不清楚 108教學課綱的 也歡迎有你帶著孩子過來 那現場因為是同文的聽眾 我剛剛有特別強調 我會針對數字文字 還有正確的英文寫取方式呢 直接現場演練 直接讓你練習 直接讓你練習 教了就讓你練習 所以基本上呢 現場你大概也懂得七八成了 那每一通電話呢 怕太多人 所以兩個人到四個人就好喔 那有興趣的朋友 現在就打電話到我們電台來 預約02-2369-9630 那因為還強調一下 電台就這個電話 打不進來 或是年輕朋友 我就建議你 直接到FB 中華錢老開發記憶協會 直接登記各地場次就可以 這一次登記的全部都可以來 我們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 一起學習看看 改變一下自己跟孩子的記憶能力 還有表達溝通簡報的能力 我們週末見 真的 接下來你又要出國了喔 對 我要出國了 因為日本那邊通知已經可以回去了 哇塞 可是你這樣要出去回來 就又要隔離啊幹嘛 對那當然 那當然 所以大家這個要把握機會喔 這個週末 今年可以聽到比較多場講座 是因為里長沒出國 那所以就還是請大家 我們的生活童樂會 聽眾朋友 把握這個週末的機會 因為接下來可能 這個要等一段時間 對 沒錯 好 今天非常謝謝 我們的老朋友 跟我們的好朋友 中華全腦開發記憶協會的 裝神快理事長 來跟我們分享 大家記得週末見 然後現在可以趕快打電話進來了 好 謝謝里長 謝謝 拜拜 謝謝 拜拜